朋友们,什么叫做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 我真的是在拳头身上深有体会啊 是不是要拳套? 当时他跟我说 我们买这辆小号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改四驱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 大跃山和大海 也能走过人山人海 我说也不错 那就买这辆小号车吧 买完这辆车之后 我觉得其实都OK 但他还心里念念的想象这个四驱 把你告诉了多少钱 还好吧 因为进口是带四驱的嘛 他要80万整车 还是裸车80万 那我们的两倍 但是咱这辆车呢 升级那套进口的伯纳格分动箱 也只要10个W是不是很划算 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是人话吗? 呸 所以说他这个想法 暂时性的被我车级pass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两个尝试了很多勾勾勾勾之后 我发现现在这个车是完全OK的 不过的确水箱会有一点低 那么这个时候全都觉得 好像又发现了一个可以改装车的方法 就是他跟我说 你看之前你要用10个W 现在我们只要用一个W 就可以把车的整体提高了 我们可以按空气悬挂跟减震啊 这个合法合规哦 那这个是原厂的减震 轻轻按下 围摊也比较一般 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减震 但是这一款呢 它就有8档的减震 可以随意调剂 而且握在手里的分量 也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而且它可以让这个车的屁股 想高就高 想低就低 它单纯的就是 水箱的高度再也不用担心嘛 它单纯就是想改车 就是男生的那种改车的欲望 你们知道吗 就是自从我们驾到这个 控制小样跟减震之后 它说这个车轮看的怎么这么小 我们什么时候换一个大车轮 那个叫全地形越野胎 唉 就冒科党朋友们 就是我感觉我就是 好了好了 现在已经可以了 就这样吧 所以现在呢 最后被它转摸硬砲 我们还是按了油键 跟空气悬挂花了 差不多一个W 按上之后呢 的确我们的车变高了 很高了 是不是很舒适 是不是很舒服 舒服 我没有太感觉到 就是感觉车底下屁股变高了 它可以调低也可以调高嘛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呢 把空气悬挂器打到3.2 车的底盘就是比较低的 这里呢 有一个按钮 往上 就是加气 往下 就是放气 给大家看一下 把气打满后 这个车能抬多高哈 明后 可以